你覺得我們過去十幾二十年 香港無論是國際銀行或香港銀行 在大灣區或中國的發展、內地的發展 算不算好、算不算順利、算不算理想 我想這樣說 順利就不太順利 為什麼呢 它是英皇金融集團的全新APP Unify All-in-One 因為它一APP在手 已經可以輕易查看投資組合 出入金又方便快捷 還提供多種外匯貨幣兌和貴金屬交易 可以做到準確的實時報價 和24.5%全天候客戶服務 透過DFSG 會員積分計劃 可以邊投資、邊賊積分 簡單來說 即是我邊投資、邊賺旅行洗費之餘 還可以活很多東西 例如機票、酒店、或者其他電子用品 希望大家經常留意我Facebook 我Facebook經常會透露一些猛人最新的動態 或者它對市場的看法 好 歡迎大家收看《威宜大義》 今集是黃行長在我旁邊 我再次介紹大家 黃行長 為什麼叫行長呢 當然是跟銀行有關 他在匯豐的中國業務那裡 是前總裁來的 另外他自己是第一個香港人 也都是目前最後一個香港人 是文山銀行 是香港人做行長 所以我叫他行長是很難得的 他是匯豐做了30年 在民生都做了3年 匯豐又在大陸做過 又在美國做過 所以經驗很豐富 再次歡迎你是黃行長 上一集講得很精彩 講到其實內地 或者是國際銀行業的發展 在內地 不過首先想問你 其實你覺得我們過去的十幾二十年 香港無論是國際銀行 或者是香港銀行 在大灣區 或者是中國的發展 內地的發展 算不算好 算不算順利 算不算理想 我想這樣說 順利就不是很順利 為什麼呢 就因為你其實在十幾二十年前 一年內地的監管 就覺得我們 外資銀行實力洪厚 為開放給你 你進來搶他們本地人的生意 這樣就有些顧忌 當時的說法就是 好了我給一年 給你開一間分行 一間分行 比如一個省份 只有一間分行 跟本地人無法比 當然這個五屆到現在 或者怕阿姐都已經消除了 即是說 不是你賞生意 你不是那麼大的 OK 你不是那麼大的 你不是那麼大的 OK 因為它熟習了國際環境 好了 但是到這個時候 本地銀行 香港又會覺得 我上去做 你都是給我一間 那我賺到什麼錢 那我賺到什麼錢 那我比較一下 那你錢就放在香港 做生意更好 舉個例子 你去大灣區 哇 差不多成億人口 那你裡面呢 其實大灣區裡面 有很多間 本地的金融機構 做得很成功的 招商銀行 平安保險 是吧 這些做得很成功的 都是在那裏做的 因為它市場大 但是呢 你看一下 現在政府 派了那麼多人上去 哇 人家都說很有前途 那我又沒聽過 哪個銀行就會說 是呀是呀 很有前途 我們都會派人上去 大自然拳腳 沒有啊 原因不是說 人家有製造給你 是你自己有製造 自己製造什麼呢 第一你未必肯花錢 第二呢 你又未必有人才 派上去 那變成你 你計一條數 不如我們在香港發展吧 嗯 但是問題就是說 其實中央 或者說中央 其實很希望你 就是 最低限度 你口頭上說 我們很體好這個市場 上去發展 但是自己 心癡 有些心虛 你說不到這句話出來 啊 這個跟我的理解又不一樣 我以為是因為內地是保護自己的金融市場 不是很對外開放的嘛 所以即使你在愛知 你進來也有很多限制 不可以做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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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令到愛知 就不是這樣 沒有什麼限制的 沒有什麼限制的 唯有限制以前就是 結婚行也有限制的 結婚行也有限制的 開婚行的數目是有限制的 是 那麽當時呢 其實他的出發點都不是壞的 因爲他當時的說法 舉例子 以前 匯豐我們很希望 在重慶啊 成都啊 那些中間的地方 可以分行的 嗯 始終呢 你看他第一 Luna 那麼你當然是說 嗯 怕我們搶你生意了 其實呢 因為你有什麼ましょう 你在那裡 哪裏呢 假定一下 他那個地方的監管單位 都同樣 integer 因為他跟他的監管出事嘛 你才是糟的嘛 那所以 toy 크게很緊張過你 你在那裡做呢 你都未必會處理 那些地方性的贷款,都是事实来的 你叫我去管本地的生意,我都未必看得通的 所以变成了,有个原因在这里,它不是很肯开放给你 当然我们也有原因,我们是真的没有人去这些地方 当然那时候的成都和那时候的重庆,和现在两回事 现在旺岛的情况是简直不得了的 所以去到一个问题,怕你心里都会想到 会不会它有些限制,甚至乎有些指引给你拿 麻烦你借给它吧,这些是不存在的,对外资银行来说 这个我就是想问,因为你在民生做了三年,在内地做行长 那有没有譬如当地的政府说,我要这个桥,或者这个project 这个大厦,体育馆,麻烦你民生批给我们 有没有这样的指示的 三十年前可能会有 现在不可以 三十年前可能会有 可能会有的原因是因为当时有些人说法 或者是更加久一点 他会觉得银行就好像是ATM 是的,是的,是的 这是以前的事 但是当然那些人也都觉得 我要听你中央说的 但慢慢的时代变了,它有进步的 那你开始就会觉得 好像我民生的时候,我都很劲力可以这么说 为什么呢,我说我自己很希望 我虽然不用批这些贷款的 但是我自己都要看 那我自己看,那我看下,咦,问题不大 那我就OK它了 那就是不是说这个人写着政府 要批 你要批,你要批 没有这些东西 没有这些东西,绝对没有的 而呢,我也都明白 我们的伙计也都明白 他想在继续在这里做 揹飞的时候呢 他都不会说 这个政府说的 你不过你批 他不会这么做的 所以那个进步呢 其实是你不可以想象到来得这么快的 但是我们的惨情呢 在香港呢 一方面呢 很多媒体说的东西都是负面的 是 那这个负面的东西呢 一直是永久的 一直传下去的 到今天 说一百次就变成真实了 变成真实了 那当然呢 是不是有一些不妥的东西呢 由某些银行仔 那些行长 有些不妥当的东西是有的 但是不可以找人 一单这样的东西 就是说前个银行业 都是这样的 那你的问题呢 我就不问之前 不是在乡镇银行发生问题 但是我不问那些 我想问一下 我们经常有些投资者想买 比如内银啊 四大啊 即使包括什么招商啊 等等 我们的 慢慢得过 是 我们的意思是 too big to fall 那中央一定不会被他死 无论他发生什么事 所以我们瞇一眼买他 我不论股价 他十年二十年不升 我收他百里的息 我都ok的 这样的态度 行不行的呢 得与不得之间 我想你要当他是 但是不会不碰的呢 这个说法呢 是不存在的 的确是有些银行呢 有些 就是在那些 在低一层次的银行 那些 比如说 省的市的 再下去那些 村啊 镇啊 那些银行 有些银行呢 过去那几年 是有问题的 那么 贷款出了问题 但是那些是很小的银行 嗯 你说说到现在 在香港上市的那些银行呢 那我想这种情况呢 就不会存在 就算他蚁极 就像你说的 他都有八九厘的利息给你 是啊 那变成了 他是不是会有一些 坏东西做了 你不知道 做股东 很惨呢 嗯 那我想呢 其实呢 你买这些银行呢 我不是专家 我不敢这样说 你不是专家 你是行长啊 不是 我不是投资专家 那我想 关键你就看一样东西 你到底是在行短市的长线 是 你在行短市的 今天买了 明天就买的 那你就要选择 哪些银行快手一点 是吧 那有些新闻 有些 爆料出来好东西 我们长线一点 不说短 是的 长线一点的说话 那么我觉得银行 始终在金融体系中间 或者是经济体系中间 它是 就是那个心臟来的 嗯 它一路要泵一些钱出来的时候 那你经济 你长远对中国的经济 是怎样看的 中国经济你说不行的 很多人都说 想不想 好像美国人说 甚至乎人总统都说 中国有问题的 嗯 那你有什么根据呢 它是没有说的 那你相信它说的话 那你就没有制 明白 那甚至乎不要只说银行股 甚至乎整个银行 整个股票市场 你都不要碰了 明白 但我自己觉得 你今天来说 你自己 所以我刚才跟你说 很多时候 我都花很多时间 去看一下 外面的人 怎样来说 香港也好 大陆也好 的情况呢 那我就会觉得 我们的传媒 似乎在这方面 所投入的时间 和人才 找一些料的人 是少 所以你得到的讯息 就是那些 那些讯息 是很片面的 那片面一来 那反而 你突然 哇 比如说 有两辆车撞了 哇 大家很想看看 撞成如何 就是你的注意力 就其实 不是一个很 深入去研究 到底我们大卫市 是发生什么事 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已经赚了钱 这些发生的事情 外面的事情 和我没有关系 我守着这笔钱 所以我觉得 香港的问题 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 就不是说 你政府搞哪些东西 搞创新了吗 不是 其实呢 以前在改革开放之后 那二十十年 赚了很多钱的人 他是不愿意 再投资回到这个行业 那他赚了钱了 那很多人 不要管他多少钱 十亿 八亿 二十亿 三十亿 他已经赚了钱了 那我就会赚好一点 明白 所以变成了 这些股票 已经买下了 那你回锋 你三十元 四十元 买下了 现在六十元 那你就变成了 我怎么也不用亏了 那变成了 其实心里面 大家都很想着享乐 这个享乐主义 我觉得是我们再发展下去的一个半脚石 明白 我说回中美关系 因为大家最热闷的话题 是啊 每天都有 是啊 你自己怎么看 大家可能担心金融战 金融战 可能因为美元 对香港也挺重要的 当然 就是 美国我想 大家说现在 美国没理由搞香港 如果是香港也不能用美元的话 那对美元本身是一个 很负面的影响 但是他会不会研究一些东西 最后好像制裁俄罗斯那样 就是香港银行 都不可以做美元的business 这样的影响非常大的 会不会发生呢 我不敢去预测这个问题 我只是觉得 我们目前来讲 都看到的 就是很多时候 都是在媒体上 给我们的观感 我们经常都在说 他为什么 就是要研究一下 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 为什么他要制裁你呢 制裁你的原因 其实只是一件事 因为他不想你威过他 是啊 总之这个心魔 是不随他的说话 他一世都会想一想 我有什么方法可以制裁你 今天制裁你这一样 明天制裁那一样 总之制裁不了你 我怎么都不死心 这样一路发展下去 就不是好的 但是他也发觉 制裁得利 他自己都受害的 他又有他自己的金主 在后面就说 兄弟你不要太过离谱 是不是 所以 还有问题就是 他一直都在说 我不可以让你威过我的 总之这个样子 都是不可以威过你的 那变成了 经常都在说 媒体都在说 两方面呢 有confrontation 其实中国 从来都没有去confront他的 嗯 只不过呢 你制裁我之时 我就反制你而已 嗯 就是我是被动的嘛 所以说到尾 你和你说的 会不会走到过一着呢 没有人可以预测的 因为为什么呢 他始终觉得 他现在未赢你嘛 他一定要赢你 打到你扁了 你投降了 那我才收手而已 那现在呢 惨情呢 就是说我会觉得 是几惨情的 就是说 他打不赢你哦 那他就要想很多 想出来 今天出这样 听下出那样 你过几天 耶伦要来 那他肯定 也不会有什么好消息 告诉他 那当然呢 你又可以反制他的 但是始终呢 那问题是不会解决的 因为为什么 他经常都希望你 做他的弟弟 我说 你听我说 那这件事 以前可能发生的 但是现在的中国 是不会接受这件事发生的嘛 所以我会觉得就是说 其实呢 我们做投资的人呢 你说我看长线 其实呢 看长线 你会觉得 这个不是我投资的目的嘛 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 其实生活在一个 很矛盾的环境之下 想 但是又有一些 顾忌 明白 那最后一个问题呢 你会不会 因为做了汇丰30年 那你看汇丰的业绩呢 我们最重要的要留意些什么数据 以及你会不会买汇丰股票的 我想这样说呢 首先呢 回答给第二个问题先 会不会买呢 我想我能力上有限 就是我们都 你说一两手 那就无所谓了 但是我就不 一两手 就是英文说 东波达 是不是呢 我想去回答一个问题 就是说 你要看这个数据 慘情 我们的报纸 分析员 都很少说到 它有一些 挺关键的数字 关键的数字 最后一个例子 你好像有的数字 什么呢 你汇丰这么大 国际银行 又有亚洲 亚洲又有新加坡 马来西亚 香港 之余之旅 美国有 哪里都有 很少说 它只是说 亚洲 欧洲 分开赚多少钱 它没有说到 亚洲一边 新加坡 整天都有人说 新加坡赚多少钱 我看不到 那新加坡是否赚钱呢 如果是可以赚到钱 为什么要把资源 放在新加坡里面 是不是呢 没有人把资源 说得这么小 好了 第二步 你哪个行业的行业 能赚到钱呢 是零售赚钱呢 对公赚钱呢 还是私人赚钱呢 有 但它没有说到 哪个区 我觉得问题 没有让我们投资者 可以小到 原来它吃正的水 就变成了 它只能告诉你 赚多少钱 那这个钱是多 过去年多少 那就开心了 就不是说 不是哦 原来呢 举个例子 甚至乎大陆 有我们没有的数字 是什么数字呢 就是每个人 人均的利润多少 嗯 那我一民生做呢 人均的利润 它有五百万一年 一个人 不知道你哪个人 那你香港 你人均多少 没有人知道的 那人均 如果人均很大的数 就是这家人 很碰档 是不是很厉害 是不是很厉害 人均一大堆 才找那么少的 那就不行了 有些数字 是平均的数字 甚至会出现 那我们就看 今年多 去年多少 那就好了 那就到底它是 哪里发展得好 哪里发展得好呢 哪些艺务 哪里好呢 就是人均所谓 就是我们以前的老总 他说得很好 我觉得 就是可以在我们结束之前 一个最精锦的说话 他说我们不是一个global bank 你说的哪个老总 民生还是汇丰 汇丰的 那么他说我们 不要当自己是一个global bank 我们是一个international bank 甚至于international 是一个不是全球性的international 有些地方是不去的 他当时举了个例子 他说非洲 留在我们旁边的银行去吧 我们就不要斗它了 我觉得很合理 因为为什么呢 你要把人力 有限度的人力 摆在你认为 你认为可以 找得多钱的地方才对 那你如果做到这一样东西的话 可以 如果你说不是 我不断 都要用的 现在香港是 大家都开始想到 我如果是要建楼 建哪个地方才对 你不会去到三格拉的地方 到你一样 就是你一定要focus 你不focus 你读书一样 做事都一样 桌面一大堆东西 这个就是我今天的问题 谁都没有空 为什么呢 因为桌面一大堆东西 他不能够将它摆在 碎礁 某一点 这一样东西 是令我得意最大的 那很多时候 你花很多时间 做的事是不等小的 但是你觉得做完了 哇 做完了 其实做的事是 无效的努力 所以你觉得汇丰可能 就是你的分析 可能没有焦点 可能周围都排一些 是不是 其实不只是他的 我相信很多银行都是 就是大家其实呢 就是里面精明的人 是逐渐少了 有一代代 比如我们年轻时 那一代人 哇 很多很精明的人 现在退休啦 你那些很听话啦 肯做啦 但是你要精明 做生意要精明 甚至乎看到 那些精明的人物 但是现在似乎 他下一代 又不是那么精明 好 今天很多谢王汉长 很多他自己的宝贵经验 和大家分享 多谢王汉长 多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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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